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蔬果生活志 我是雅黎 想要身体好蔬果不能少 近年来欧美掀起了一股饮食新风潮 据说能够抗过敏而且更健康 不只是好莱坞明星和运动选手 纷纷效法尝试 就连前美国总统柯林顿的女儿 也相当地推崇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新吃法呢 在桃园杨梅有位六年级生 她放弃高薪稳定的工作 毅然返乡接下父亲的农田 不顾家人的反对一再革命 一心只想做个有机农夫 一起来分享她丰收的果实 台湾的素食闻名全球 根据非正式的统计 台湾大约有六千多家的素食餐厅 固定着吃素的人 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事件排名第二哦 就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也把台湾多样化的美味素食 列为十大台湾之光 素食不只成为一种时尚的新文化 更是成为引领健康的新指标 目前台湾素食人口已经突破250万人 全台素食餐厅的密度更堪称是全球之冠 处处都能尝到多元化的蔬食料理 像是讲究五行的蔬食火锅 亲切家常的印尼越南小吃 来自日本的手打乌龙面 甚至还有美国朋友引进全新概念的自然裸食 埃及厨师的人文厨房等等 更让人惊讶的是 现在这股蔬食顺风也吹进了五星级饭店 因为现在流行健康概念 比方说现在食安问题这么严重 很多都添加那些发工饮料 什么东西去调味 所以我们现在开健康餐厅 就纯粹原味的蔬菜就有料理 早在五年前台北的这家五星级饭店 就率先带头大胆地开启了蔬食餐厅 主厨观察从一开始到现在 素食客源也有了大幅度的成长 因为当初我们是做分食的 后来准备开一个健康餐厅 一个蔬食的健康餐厅 一开始的话我们也是很担心客源的问题 后来我们经过了烤味 那个烤味的调整 慢慢适应 现在有些基本的客人 他不一定是纯粟的客人 他们有些也是吃混食的客人 他们来自这边 就感觉我们的材料新鲜 因为我们那个菜式会三天混一次 三天都那个菜式都不一样 这客人是会有新鲜感 在健康互生环保的概念下 台湾有10%固定如素的人口之外 也有越来越多人选择弹性吃素 这也让台湾的蔬食市场越来越精彩 相对的对主厨来说也就是更高难度的挑战 刚开始做素食的话 最大的挑战是口味的问题 通常我们做分食的话 那个可以用别的调味料去配 去提升的味道 那我们做蔬食的话 但只能够用原味新鲜 靠食材的新鲜度 五星级饭店大厨要由荤转素 谈何容易 更何况是在不使用添加物 和拒绝加工塑料的前提下 完全只用新鲜蔬果来求新求变 而且还要变出宴会级的buffet大餐 蔬食的旋风席准全球 台湾多元丰富的蔬食美味 更是成了世界级的指标 在这些厨师们的努力之下 让吃素充满了更多的乐趣 也让人觉得是好口福 好幸福 过敏是现代人常见的毛病 尤其是腹腔方面的过敏 往往不容易察觉 也找不出病因 根据美国肠胃病学期刊的统计 约有180万个美国人 患有腹腔的疾病 但是却有80%没有被诊断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欧美开始注重 无肤质饮食法来抗过敏 究竟什么是无肤质呢 无肤质从字役上来看 肤是指小麦磨成面粉之后的皮壳和碎屑 那究竟什么是无肤质呢 肤质是存在一些骨类 麦类的一些壳蛋白 那这有什么功能呢 比如说我们从面粉调和水的时候 不是会产生看到一个粘性 像嚼口香糖那种嚼劲 甚至会产生一个面团 有一个固定的形状 那个就是肤质的功能 它有一定的营养 比如说里面有纤维质 还有一些B群 还有一些维生素 矿物质类 提供人体必须的营养 那这个蛋白呢 虽然是人体必须的营养 但是很麻烦的是 很多人的肠道里面 并没有能够消化 这个蛋白的蛋白酶 那所以会产生很多过敏的现象 小麦是我们饮食中 不可或缺的谷物原料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它所制成的面条 面包 披萨 蛋糕等等 在我们这场生活中随处可见 为什么它会引起过敏 而不容易发现呢 比如说像很多主食 我们可以推荐是从 比如说马铃薯 玉米 坚果去取代它 就是没有那个肤质过敏的问题 那因为欧美人是会常常 深受这些面粉过敏为苦 会产生很多一些 不只是肠道过敏的现象 甚至很多肠肉症的患者 那种过敏源会经由血液 经由全身会产生很多 比如说呼吸道过敏 皮肤过敏的现象 所以现在欧美人是 尽量推崇一个无脉肤 要远离过敏源的饮食 简单来说 无肤脂饮食就是断绝一切含有 脉肤的食物 这主要是针对肠胃不适的患者 所提出来的改善之道 想象一下如果体内无法自行消化脉肤 情况会有多严重 脉肤它其实会有一个特征 如果真的是过敏的患者 它会破坏小肠的绒毛 而且会产生过敏水肿发炎的现象 那这个就会产生本来长黏膜是一个很紧密的黏膜组织 它会开始产生一些漏洞 那所以说我们吃进去很多大分子的蛋白 就会形成一个过敏源 随着那个漏洞渗透到淋巴血管 然后到达全身的循环 产生一系列的过敏反应 如果本身常有过敏的困扰 却又不知道为何过敏 这时候就可以透过相关的检验 来衡量自己到底该不该采取 无脉肤的饮食之道 比如说一段时间尝试面食的人 他可能会反映说 我是不是容易脏气 消化不良 腹泻 那这个是我们初步的怀疑 可是还是要做一些过敏源测试 看看是不是有合并其他食物过敏的可能 那甚至更严重的患者 吃到面食类的东西会产生皮肤过敏 或者是一些异味性皮肤炎 然后甚至会产生一些呼吸道 那个气喘的现象 这个都可以经由检测检测出来 无负质的饮食拒绝脉肤的食物之后 还是要摄取其他相关的食材 补充类似的能量 才能获得全面性的营养 如果我们经过检测 确诊是有脉肤过敏的患者 一段短的时间先禁止这些面食的饮食 初步的过敏症状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缓解 可是一些麦夫必要的一些营养素 其实我们可以由其他食物去做取代 比如说米饭类 那比如说像根筋类 或者是说像地瓜 马铃薯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坚果类 都可以得到一个相等的营养的取代 无麦夫是一股潮流 但不该是无味的随波逐流 毕竟麦夫本身还是拥有 无可取代的营养价值 平常不妨试着自己制作面食 去除掉不必要的添加物 除了吃的安心 也能守护家人的健康 无麦夫汁的这股新潮流 不但吹到了台湾的蔬食界 也吹进了五星级饭店 赶快来看看大厨如何把无麦夫的料理 变成一道又一道的美味佳肴 无麦夫汁就是要去掉 所有的麦夫的制品 偏偏有太多食物和小麦是分不开 像是大家平常爱吃的面条 披萨还有面包 蛋糕 饼干等等 想要去除麦夫来做料理 还真是得商叠脑筋 无麦夫的料理 我们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去做 比方说煎 炒 做蛋挞都可以 因为我们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这么多淀粉 所以我们在烹饪的时候 特别去浓缩 像蔬菜 蔬菜料浓缩 然后加点土鸡蛋 或者加点起司 比方说我们现在那个蔬菜蛋挞 我们就没有用到去面粉 你用大量的蔬菜加土鸡蛋去 要取代那个面粉做那个面皮 不用小麦制品 应该用大量的蔬果 豆类和米类来替代 相对的食材的选择和调味 也就显得更重要 我们在选择材料方面 我们很严格的控制 比方说我们用的米去造米 那面粉用纯麦的面粉 然后调味料 比如盐巴 我们用发高的海盐 然后糖用红糖 红糖或者黑糖 酱油我们用低纳酱油 要是比较健康的 比方说鸡蛋 鸡蛋我们用没有抗生素的土鸡蛋 食材用本地当令的水果 蔬菜 采用当令无毒的蔬果来入菜 加上简单调味的融合 这样的原味料理 呈现出的是一种 无负担的清新感 但却也是最难料理的好滋味 比方说蔬菜 我们当令的蔬菜的话 那个味道比较甜 我们尽量是用原味快炒 快熟 不用弄它煮太久 我们要稍微烫一下 原味的烫一下 或者稍微炒一下 或者焗烤都可以 在焗烤的话 我们会添加其他的香料 新鲜的香料去完成它的食物 让它的食物保持原味 而且那个味道会更好 这一道道的原味料理中 没有一样是含有小麦的元素 包括饭店的招牌春卷 它的外皮也是特制的 还有甜点 蛋糕 所有配方也是全部重新调整 这个无肤质的新潮流 对于没有过敏问题的人来说 反而变成是 轻食概念的新时尚 我们之前推出无肤货料理的话 特别是女生 她们很喜欢吃这个 要少了很多淀粉 大家很多现在都不喜欢 淀粉的东西 我们都很少没有用到 这个淀粉那边 特别是蔬菜 蔬菜的原味 所以吃着很清爽 没有负担 而且我们尽量用 不一样的蔬菜颜色 就配起来 配起来看起来很好看 欧美流行的无肤质饮食 把麦类制品视为大敌 借着剔除所有麦类的食物 来改善肠道与过敏的问题 但是就一般人而言 偶尔尝试无麦肤料理 减少淀粉的摄取量 也算是另一种健康的 饮食新文化 无肤质的健康饮食之道 不只是在五星级饭店吃得到哦 现在就连以爱为出发点的 蔬食餐厅 也推崇这样子的餐点 甚至还坚持自己制作 新鲜健康的无麦肤面条 在纽约住了七年的Ju 回到台湾之后 为了落实在美国 所领悟到的蔬食环保观念 选择在台北东区的巷弄里 用他的亲身经验和知识 开启了蔬食餐厅 并且引进了无麦肤的 饮食新文化 那我只是因为我一个朋友 他真的也就是因为 对麦肤有一个这样子的反应 然后他就觉得说 那你要不要设计一个餐点 是我又可以享受到 用麵的那个乐趣 吃得好 然后又不会有这种过敏 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子而研发 一个无麦肤的一个面疙瘩 那里面真的就是没有用小麦 取代而知的是我们的地瓜泥 玉米粉 树鼠粉 大豆粉 完全就没有小麦粉 但是口感上完全不输 就是有麦肤的面 在欧美 饮食几乎都是以小麦制品为主 许多人在检验之后 找到了麦肤这个过敏源 而掀请了无麦肤饮食的热潮 如果真正要追溯到源头 其实是基因改良惹的祸 大家已经会开始听到就是说 基因改良其实对身体不好 对人体不好 大豆 玉米 甚至最常见的就是小麦 改良到我们的身体 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吸收 现在基因改良的这些麦种 会在我们吃了以后 我们身体因为没有办法去吸收 就会产生一个抗力 然后就会过敏 然后很多人也因为把这个麦肤 就是有麦肤的这些食物 完全拉掉以后 他们的过敏的那个完全就消失了 找不到过敏源的朋友 可以借着无麦肤料理 来试着改变体质 而一般人为了健康 也能从这股饮食新潮流中 找到养生的新方法 吃无麦肤是因为 纯粹是因为养生 比如说很多人吃了无麦肤 小腹就会变不见 因为它 因为麦肤不会 就会让我们身体会积水 所以就会有点水肿 自己要下决心 不要方便 因为有时候 无麦肤的东西很难找 所以变成还是要自己煮 自己吃 但是如果是说 自己在烘培方面 是要怎么去取代这个麦粉 那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人 用杏仁果粉去取代那个面粉 做的蛋糕也非常地好吃 也特别香 油脂也刚刚好 用健康的概念为基础 旧的素食餐厅更是以爱为出发点 他认为只要有爱就能不杀生 只要有爱就能轻松进入蔬食的世界 蔬食基本上就是不杀生 然后就是无肉料理 所以在这个其实就是比较多 是延伸于就是甚至好好吃一餐 好好去感受到就是大地给我们的这些食物 其实不需要到很多肉 也可以吃得非常地丰盛 跟那个营养也非常地够 联想到这个的时候本身的这个餐点就已经是很美味的 就带着感恩的心 旧的理想是打造一座都市里的绿洲 让人享受草本原味的同时 也兼顾环保的意识 因此他所端出来的每一道蔬食料理 全都融入珍爱这片土地的诚心和诚意 我们会坚持用本地的食材 如果是可以的话 因为本地食材就不会需要空运 因为毕竟空运就会花费 就是产生很多二氧化碳 然后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讲都不是环保的 甚至是裸麦 我们也用现在台湾的裸麦 而不是用静和裸麦 这些这样的食材的严选方面 我觉得台湾本身有一些非常好的 我们都会沿用台湾的这些当地食材 减少食物里程是一种环保 回收利用的资源也是一种环保 就透过自己一手打造的餐厅 来告诉大家 素食环保是一件轻松又容易的事 其实环保最主要除了就是二氧化碳的减少 就是回收回收再回收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天花板 就是有沿用已经用过的一些红酒箱 那我们的大门一进门的那个大门 其实它整个都是用这个旧公寓的一些窗框 去拼接起来的 其他比如说这个洗手间的门 我们是用那个仓库的那个货仓的墓 去接拼起来 当然不是所谓的环保 不是只用嘴巴说的 这是用行动 环保爱地球从日常生活中开始 学着吃蔬食 学着做环保 这对一般人来说其实并不困难 只要有爱有心 你我都可以做得到 不是吗 务农的父母总是因为舍不得孩子吃苦 而不让下一代当农夫 但是在桃园扬眉的瞻前轩 凭着一股坚持和毅力 说什么也要返向接下父亲的田 来看看他如何完成自己的梦想 开辟一片有机的天空 出生在农村世家的詹前轩 是六年级生 却已经有十三年的有机栽种经验 他和来自埔里的太太罗美玲 因为一起在农改厂上课而结缘 两人就将携手打拼 拼出了近五十栋温室的优质农场 我从退伍的时候我就想要去种花 结果花没有种成 因为还没回来种菜的时候 在台北花市上班 在花市上班的时候 因为老板是卖玫瑰花 每天抱玫瑰花的时候 会发现你的手都是那个 会红肿会有起农抱这样子 后来发现这是农药 因为花的农药很重 那时候刚好发现桃园有人在种有机树菜 刚好有在推广的时候 就带着我爸爸去别个有机农场看这样子 农工毕业的詹前轩 对于务农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他原本是拥有稳定高薪的上班族 父母当然反对他回家卷起袖子拿锄头 去第一个农场看 他会说我这个温室搭了好多钱 第二个农场看有机肥很贵很贵 去第三个农场看 就说我种蔬菜 因为种蔬菜脚受伤很严重 他说不行不行 那就不同意我做 张前轩在父母反对期间也不放弃 反而先到别的农场去学习 两年之后父母拗不过他的决心 便把家中休耕的水稻田交给他 改种有机蔬果 父亲甚至天天从中立骑车到杨梅来帮忙 为了守护故乡这片土地 张前轩也朝三生的环境而努力 我们讲三生就是生产生活跟生态 我们先从生产开始说起 我们生产我们就是我们要用有机的方式去生产 你可以生产出安全的蔬菜 安全的蔬菜 还有你主要你可以培育健康的土壤 然后不会污染水源 你就可以营造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 从自家原本的六分地 扩展到现在的两甲七分地 张前轩夫妻的努力 更是获得周边邻居的认同 纷纷把地租给他们改作有机种植 好还给下一代一片干净的土地 张前轩非常喜欢尝试种植各种新式的蔬果 樱桃萝卜更是他有机农场里面 最抢手的主角之一 不过樱桃萝卜 它到底是樱桃还是萝卜呢 这些埋在土里 只见绿叶的根茎蔬菜 就是樱桃萝卜 把它拔起来看看 原来是长得像樱桃的小型萝卜 红色的外观相当讨喜 而成为蔬果新品的佼佼者 樱桃萝卜你看大概大小 大概像十块钱大小的时候 就可以采收了 因为樱桃萝卜一般给人家都是 做餐前的开胃菜比较多 所以也不要太大 萝卜起源于欧洲亚洲的温暖海岸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作物之一 小巧玲珑的樱桃萝卜 更是萝卜品种里的上上品 一般人对樱桃萝卜算是比较陌生 甚至连听都没听过 它的口感爽脆 带点微微的辛辣味 也因为它很像水果 可以直接拿来食用 能够开胃解油腻 所以又被称作是水果萝卜 一个樱桃萝卜 你要挑选的时候 你要看它的表皮 是不是比较光滑一点 如果比较粗糙一点 就比较品质没那么好 尽量挑形体比较圆形的 像樱桃那种圆圆的这样子 樱桃萝卜的营养成分 比其他萝卜多很多 尤其是萝卜因所拥有的维他命C 是根部的两倍 矿物质和回量元素 更是高出根部的三到十倍 所以说樱桃萝卜整株都能吃 料理时千万不要浪费 一般樱桃萝卜 我们可能就是用紫苏莓酱腌一下 或者盐巴稍微抓一抓 让它软了 让萝卜的辣味去除掉之后 拿来吃也是很顺口很好吃 也可以把它做切片 然后拌沙拉 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建议说 不要腌太久 腌了马上软了马上吃 或者你切片之后 加个酱汁淋上去就可以吃了 把它当生吃的一种食材 上天赐予万物 每一种蔬果都是这样的美味 我们要感谢像詹前轩 这样坚持有机栽种的农夫 才能分享到这么甜美的果实 更要感谢他们对土地的 友善与友爱 台湾的素食文化 开创出了一种新时尚 也引领了一股健康的新风潮 大到是五星级的饭店 小到是市场的小摊贩 全部都是让我们 引以为傲的顶级美味 苏果生和志告诉您 书十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